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聊科学 我们今天来聊聊比较特别的东西 行为学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之一 了解它的习惯,了解它的语言 一直以来是很多氏族想做的事情 并且在行为学家也很想了解 这种陪伴我们很久的动物到底在想什么 狗狗有很多的行为 其中一种很特别的行为 就是它会歪头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 当狗狗歪着头看着你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萌萌的非常的可爱 而在网路上 有非常非常多狗狗歪头的影片 喜欢狗狗的人应该都不会错过 应该都会觉得这个动作超级的可爱 不过有人想过 为什么狗狗会歪着头看着你吗? 为什么会有这一篇文章呢? 其实最近有一个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中 实验小组总共结合了40只的狗狗 他们请市主拿着两种玩具和狗狗一起玩 并且他告诉狗这些玩具的名字 大家一起训练过经过三个月以后 他们发现有33只狗狗 他没办法分辨这两种玩具的差异性 这种狗我们是称为一般的狗 而另外7只呢 就称为精英狗 除了学会这两种玩具的差别之外 科学家对这几只狗做更一进步的实验 科学家发现了 这几只狗除了分辨这两种玩具之外 甚至可以分辨十几种玩具 而且并且有一只狗可以说是狗中的天才 这一只狗可以分辨高达160种以上的玩具的名称 所以他算是狗中的天才 当实验完成之后 研究团队发现 只要市主要求着聪明的狗 去拿特定玩具的时候 这些狗都会歪着头 研究团队最早认为 狗狗会歪着头可能和听觉是比较有关系的 就像人如果听不清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总会歪着头想一下 不过在狗狗的行为学上 其实歪着头可能代表另外一个意思 由实验完成以后 这些狗都会歪着头 研究团队认为对狗而言 歪着头可能和大脑的记忆感和物体有关系 或者是它可能是在处理某些相关性的事迹有关系 简单来说 狗狗可能是在专心思考 或使是集中注意力 当狗狗全身贯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歪头的行为 所以如果你下次看到你的狗狗 当你跟他讲某个文字的时候 他歪着头看着你 这时候他可能在思考某些名词或是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学的研究 我们可以越来越了解我们的毛宠物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如果你想要看到原文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说明的地方 会放入相关的连结 虽然是一个原文的论文 不过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